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8月15日 欢迎来到财经能演 今天我们不聊中国的经济 我们换一下口味 来聊一下美国的经济 长期以来 很多人认为能演是比较亲美的 对中国有敌意 认为能演总在畅控中国的经济 没有说点正能量的东西 说实话 能演这个评论财经 基本上都是有数据 有事实可以查的 从不但主观的 先入为主的这种观点和情绪在里面 所谓这个苍蝇 它不定无缝的蛋 那么中国经济 如果你没问题 那么别人能将你唱空 把你唱衰吗 我们看看中国一直在唱衰美国 唱了几十年 那么美国从一个垂死的帝国主义 到现在是世界的霸主 越来越强大 你说唱衰能有用的话 为什么没把美国给唱倒 所以很多时候要做好自己事就行 如果真有人唱衰的 也是在给你提意见 给你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 再说 你要听正能量的东西 这个国内也是太多了 你像新闻联播 人民日报 新华社 环球时报 对不对 太多了 所以能演只会找问题 能演不说正能量 正能量交给那些官方的媒体去说 能量不仅找中国的问题 也会找美国的问题 今天对于美国金融市场来说 就发生了一件大事 应该说是一个股灾 北京时间是8月15日 那么美国时间是8月14日 这个美国的股市 呈现出这种自由落体式的暴跌 这个比美国对中国加征3000亿美元关税的跌幅还要大 而且也创下了道琼斯指数 历史上第四大跌幅 那么如果作为美国的养老金 保险这些的重要的投资市场 那么美国股市可以说是万众矚目 在金融市场的地位 基本上就相当于中国的楼市 这个美国股市一天之内 蒸发了千万亿的这个财富 瞬间就不见了 所以这种损失 不管是对这种机构 还是股民 还是对普通的民众 基本上这个损失是非常之大的 可以说是血牛成河 股民是 大家都是欲哭无泪 就是这种感觉 那么导致美股这个暴跌的原因是什么呢 既不是这个日本偷袭珍珠杠 这样的战争的类型 也不是这种911的恐怖袭击 那么仅仅是因为一条这个收益曲线的倒挂 引起了这个全球金融市场的珊瑚海啸 这个周三是出炉了一个重要的经济数据 叫亚欧经济数据 它这个是很主要是衡量亚洲和欧洲啊 主要经济体 主要的一些国家 它的经济增长情况 这个数据啊 是非常的疲软 所以令这个投资者 这个全球的投资者 都是非常之焦虑担忧 因为这个出来之后啊 这个周三的早间 那么美国就是两年期的国债收益率 一度比这个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 还要高出一个基点 也就是高出0.02% 0.01% 这是自2007年 这个美国次贷危机以来 12年的时间里啊 首次出现倒挂 所以引起这个市场的恐慌 这是非常罕见的现象 称之为这个反转收益曲线 这个通常被视为经济衰退啊 一个非常可靠 而且是非常强烈的预警信号 就是它的债券的短期收益率 是这个高过了长期收益率 因为正常的话 应该是长期的收益率会高嘛 对吧 这是一个基本常识 此前呢 这个其实美国啊 这种衰退的信号已经发出了多次 比如说从今年三月份开始啊 美国的三个月期和它的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啊 就一直倒挂 一直到现在 这个都引起了这个美国股市的不少的骚动 但是整体上来说 美股仍然是保持着高位的震荡 还没有像这种断崖式的下跌 那么在这次两年期和十年期的收益率 形成一个倒挂之后啊 美国股市就是再也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信号了 所以情绪一下子发泄出来 血流成河啊 就像瀑布一样栽下来 对经济前景担忧的情绪啊 和这个股市下跌啊 有进一步刺激了 股票等风险资产就被抛售了 那么相反的国债等这个避险资产呢 就受到了追捧 美国三十年期国债它的价格是大涨 收益率呢 下降了6.8个几点 降到了这个百分之2.069 创了一个历史的新低 那么这次呢就出现了倒挂 尽管这些信号不一定是百分之百 会导致经济的衰退 但是呢 自从这个1978年以来啊 一共出现过五次这种倒挂的现象 全部都是经济衰退的一个可靠的先兆 就说五次出现这种信号 五次经济衰退了 那么你说这次再出现这种信号 经济衰退的可能性有多大 所以这个概率就非常高了 但经济衰退啊 它是明显滞后于国债收益率 这个倒挂出现的时间 比如说像美国的1990年 2001年 2007年 这几年这个发生经济危机之前呢 都出现了这种收益率倒挂的现象 就像每次呢 发生这个地震之前呢 都会出现各种动物的一些异动 对不对 有的蚂蚁 有的是青蛙 像这种给地震报警 所以基本上是屡试不爽啊 每次都很准 而且衰退啊 基本上发生在这个预警后的12个月 到两年之内 所以这一次 美国它的强劲的经济增长啊 增长了十多年 这个经济的大周期啊 可能就要开始结束了 这个经济衰退 对明年这个美国大选的局势的影响啊 也更加扑朔迷离起来 事实上呢 它还不仅是美国 你像世界主要的经济 像德国 英国 加拿大 也发出了这种衰退的信号 昨天晚上的交易时段啊 加拿大是207国债收益率 高出十年期国债收益率 有19.73个基点 那么这种倒挂程度呢 这是加拿大 自从1990年以来 最深的一次 倒挂的最厉害的一次 英国呢 也出现了这种倒挂 而德国呢 第二季度的GDP 它是下降了0.1% 导致欧洲这个股市啊 也是大跌 因为德国是欧洲经济的 Number One 它是一个风向标 那么德国经济不仅切啊 整个欧盟的各种 金融市场数据啊 都会很不好看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中国 中国第二季度的GDP啊 也是创了40年代的新低啊 改革开放以来的新低 所以整个亚洲和欧洲经济啊 非常不景气 加上美国出现这种衰退的迹象 可能就会暗示着 未来全球啊 经济啊 可能要进入新一轮的这个衰退 那么不排除爆发经济危机的可能性 所谓全球这个经济金融市场 就像如您大地一样 这个就非常之紧迫 非常之焦虑 非常危险 可能您也说了这么多了 大家还是有点不明白啊 为什么这个美国英国加拿大 出现这种长短期的国债收益率倒挂 就预示着未来这个全球经济衰退了 那么这里的经济学原理到底是什么呢 那么要向大家的明白这个道理啊 您也就在这里必须要普及一下 这个国债的基本原理 我们知道国债大部分啊 都是有它的票面的价格和收益率的 对不对 你买一个国债上面写着100元的国债 1000元的国债 收益率 大约年收益率5% 对吧 有这样的标在上面的 那么比如你现在购买10年期的美国国债 10年后你能拿到的钱 就是这个国债的面值 对吧 那么它的面值 加上上面标明的利息的收益 那么总共加起来就是你10年到期后 你总共能拿到多少钱 就是一个固定的数字 那么国债的市场价格呢 乘业国债的这个市场收益率 基本上就等于这个10年后 这个固定的收益 那么这个简单的数学公式呢 大家应该就能明白 对不对 目前国债是什么价格 来乘业当前的收益率 就对于能言刚才说的那个国债票面上固定的10年后的总收益率 但是由于国债在市场上进行交易的 所以国债的价格呀 它不停在浮动 它就像股票一样不停的涨 有时涨有时跌 不停的浮动 对不对 你在不同的时间呢 你市场价格是买入一个国债 那么会因为这个购买的时间不同 它的价格也不同 那么导致不同的价格也对应不同的收益率 你购买的国债价格比较低 那么收益率就高 相反 你购买的国债价格高 它的收益率就低 所以经济景气的时候 大家的钱呢 都投到这个风险资产 买国债这种避险资产的人就比较少 所以国债它的价格就很低 收益率就高 那么相反 如果经济不景气 它这个预期增强了呢 大家就会把资金呢 从股市抽出来 来买这个国债避险 那么国债它的价格就高了 收益率就低了 对不对 二债的关系就是一个反向的关系 其实就是一个数学公式 当前美国股市暴跌 和长期国债收益率的下跌 基本上出现这个长短期国债的倒挂 基本上是未来经济衰退的一个 非常明确的信号 美国十年期国债的收益率 基本上是美联储 这个美元利率的风向标 所以就会 因为现在国债收益率在下降 对不对 长期的国债收益率下降 所以会出现未来这个降息的预期 市场上对降息的预期就越来越强 所以目前市场对美联储 在下次会议上 可能降50个基点的这种预期就升温了 毕竟经济衰退 它只有降低利息 才能刺激经济 对不对 好这一段比较枯燥 就能简单 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国债的定价 和它的利率的一些原理 那么本次股市暴跌了 最愤怒的应该是川普了 毕竟这两年多来 他是一直将这个美国的走强 称为是自己的政绩 认为是美国宏观经济 不但走强的自然结果 那么这也是川普 他明年竞选这个总统的最大的政治资本 特别是这个像就业率 是创了几十年的新低 对不对 股市创了历史的新高 还在不断的创新高 特别是前段时间 所以特朗普每次赢奖都吹他的这个政绩 那么现在股市这种暴跌了 那么特朗普这个吹嘘的资本 他的政绩就开始的消减了 川普为了体现对股市的重视和信息呢 他曾经说过 只要到琼斯指数两天之内跌一千点 那么总统就该被弹劾 那么今天一天之内就跌了八百多点 那么明天如果再跌个两百点 基本到了一千点 我们看看川普是不是会兑现他的承诺呢 当然这可能是一个玩笑 这是没有法律的依据的 说着川普的愤怒啊 他肯定是不能把股市下跌的原因 归咎到自己这个治理经济不利上 他还是把气啊 全部都撒在美联储身上 他就在今天了 他连发了这个四个推特 就是破口大骂啊 自己提名的美联储主席鲍威尔 说他愚蠢无能 川普认为了 美联储这个加息太多太快 而现在降息了又太慢 他认为是美联储的无能 导致了收益曲线的这个倒挂和美国的暴跌 他觉得是美联储在拖美国经济的后腿 反正他四个推特里面大概意思就是这样 基本上是情绪很激动 就是破口大骂 是网上是这样形容的啊 那美联储呢 他也在使出浑身的泄数啊 他甚至不惜反转这个利率的政策 上次都开始降息了 对不对 但是川普还是把鲍威尔骂了个狗血淋头啊 但是很多经济的趋势啊 他不以人的一周围转移 他一旦这个确定 那么美联储 你也无能为力 其实美国股市和中国都是并列 号称是全球最大的两个泡沫资产 我们都说 没有值涨不跌的房子 对不对 同样也没有值涨不跌的股票 所以大家可能未来可以看一下这个中国的房子和美国的股票 这个到底会不会跌 会跌多凶 这个大家都有机会看到 所以本次美股的暴跌啊 可以看出川普是特别的焦虑 特别的紧张 毕竟这个美国的股市啊 是国民财富的主要的一个载体 大家的财富 养老金 大家的保险 很多福利 他的基金 基本上都投资在股市里面 那股市暴跌 大家可能都是都受到了伤害 对不对 财富损失了 从这个上次的次贷危机以来啊 这个美国的股市已经上涨了几倍 这次美股的暴跌啊 那么肯定会引起民众的不满的情绪 如果后面还会 如果后面出现连续的下跌呢 可能还会影响 这个川普明年的选举 所以这也是川普为什么比较捉急的一个主要原因 按照数据预测 那么 未来12个月内啊 美国的经济衰退的可能性 是达到了55%到60% 这是比较权威的一个预测 所以一旦这个衰退啊 特朗普可能就会被民主党候选人逆转 甚至可能丢掉这个连任的机会 所以你别看现在川普这个确实这个人气爆棚 但是情况确实都不乐观 一切都可能发生 而且数据显示了美国南北战争之后啊 如果第一个任期来最后两年发生了经济衰退 那么竞选连任的总统啊 几乎无一例外都会失败 你比如说像胡福 塔夫托 卡特 老布什 对不对 还这只是几个例子 可能还有其他的更多 大家想想当年老布什还是一个战争英雄的 打赢了海湾战争 对不对 为美国赢得了这个实际的利益 解除了石油的封锁 对不对 但是他的第二个任期就大败啊 败给了这个克林顿 这个除了宏观经济以外呢 和中国这个旷日持久的贸易战呢 也正在将川普啊 可能带到一个比较困难的境地 那么中国就是看住了川普啊 在他非常在意这个南方农民的选票 这样一个弱点 因为共和党很多州都是在南方 对吧 种种植园 那种农场 都农民的手上选票 那么一个州 如果你输掉了输掉了农民的选票的话 这个州可能选票就全部被对手给拿走了 所以中国是反复利用购买大豆啊 来和川普谈条件 基本上大斗战 而且是拖字决 反复的磨时间 就是先承诺 然后不对线 又跟你谈 你看一拖拖了一年多 对不对 川普的这个任期快结束了 那么和中国旷日持久的这个贸易战呢 对这个共和党的票仓 南方农业州的打击啊 是非常的大的 这也意味着呢 这个川普如果明年 他这个败选 他的可能性也正在增加 所以正是有这样的考虑啊 加上经济衰退的阴影 导致了特朗普政府呢 他周二就缩小了 准备在9月1号 对中国商品增加关税的这样一个范围 将3000亿美元商品中的手机啊 笔记本电脑 等一些征税的时间 推迟了 推迟到12月15日 让这个购物者呢 免于在这个返校级 返回校园的这样一个季节 和这个 因为下半年美国的节日一较多 所以他是为了这个 来降低这个消费者的压力 可谓是考 为民众考虑啊 比较周全 那么国际市场呢 听说推迟了关税 也是纹身大涨啊 股市 各种的 各种的金融市场 都是一片欢欣鼓舞 对能人认为呢 这个川普推迟加税啊 肯定他不仅仅是临时起的一个意图 那么 他确实是关心这个国内消费者的利益 那他在加税之前就不关心消费者的利益嘛 所以这肯定只是一个表面上的理由 不是主要原因 毕竟这个 这个他是亲口推迟自己这个加征的三千亿美元商品关税的时间 当初说加税也是他 现在推迟也是他 而且隔的时间非常短 他居然能这样推迟 那么肯定 什么按照他商人交易的本性呢 他肯定是得到了一个更大的回报 而且这个回报肯定是非常惊人 这是能演的一个判断 所以来看一下下面几件事啊 确实有点 嗯 引花缭乱 大家看能不能看出一些端理啊 那么在他川普推迟这个征税之前呢 中国的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呀 就是昨天晚上 以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的身份 与美国的贸易代表 还有美国的财政部长通话 那么美国的通话之后呢 这个美国的贸易代表署随即就宣布啊 对中国商品的关税将延迟了 随后就是8月13日 这个经过中美双方的商定 那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呢 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啊 他就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在这个纽约就中美关系啊 交换了意见 那么会后双方也发表的声明是非常的简短 对会谈的内容是只字不提 所以单单就这件事来看出啊 这个中美双方啊 是都在接洽 从当初的范列 三千亿美元开征 到现在又开始接洽了 而且双方都有缓和贸易战的需求 那么中国通过前外交部长主动赴美调停 他不管你是解读委调停 还是复软 有的人说是中国在复软了 复软了 还有的说是中国在主动的释放善意 那么都可以看出啊 是一个很积极的信号 但是就能引力推测 被中共刷了几轮的川普啊 本次如果要是看不到实锤的好处啊 肯定他这个不会推迟加税 那么唯一的解释呢 就是杨洁篪啊 带了川普十分想要的东西 而且这个东西还不是口炮 应该是坐实了 目前网上有一种流传的比较广的说法 说是杨洁篪啊 这次带着中南海核心领导啊 在这个北戴河会议上的决定来到美国 带有哪些决定呢 这个传言说 第一条是杨洁篪带了习近平的亲笔信 第二杨洁篪是代表中共啊 向美国示好 愿意对先前双方没有达成的 135页纸的这个美中贸易协议 对美方提出的所有要求是照单全收 这个分量是比较重的 第三条呢 这杨洁篪带了100至300亿美元的 对美国农产品的采购合同 而且是信誓旦旦向美方承诺兑现 那么也许是带着支票啊 就是按照这个谣言 这个留言的说法 那么以换取了他们 中国答应了美国这三大条件呢 他们换取的就是美国对中共 即将向这个香港出兵不吭声 这是传言的一个内容 那么北戴河会议到底是什么内容呢 目前大家都只能在猜测 因为没有人真正在现场 对不对 也没有官方的报道 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啊 这个习近平在这个贸易战和香港问题上受到的压力 肯定是特别的大 这个贸易战呢 可能让中国经济是全面的熄火 到明年 而香港抗议了 可能会蔓延到广东及内地 基本上威胁到政权的稳定 所以处于目前这样一个状况 既不敢出兵 因为你出兵如果是美国跟你翻脸的话 你这个出兵你到时候会非常的被动 对不对 美国国际势力正式介入的话 毕竟香港不像北京的 香港的影响力是一个国际金融大都市啊 那么不敢出兵的同时 也不敢服软 也不愿意服软 对不对 因为你服软的话 一个中央政府 像香港这些一个地方政府 你服软 那么不是在让这个中国共产党 在全世界的一面扫地吗 所以目前来看 就是一个骑火难下的一个局面 那么在这个节点上呢 杨洁篪访美啊 答应美国的全部条件 购买农产品 他以购买农产品呢 这个答应美国的条件 购买农产品应该是可能的 但是如果说要以这样的条件 来换取美国在中共出兵香港后保持沉默 你觉得这不太符合逻辑 觉得这后面的部分应该是杜撰的消息 毕竟呢 这个美国之所以能当全球的老大呀 除了他的军事 经济 金融 科技 文化 这些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影响力之外了 他能当老大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他就是道义上的力量 他是世界自由 民主 人权 这套价值观 他的守护的力量 对不对 那么任何世界上有些独裁政权 对人进行屠杀 这样 这样的事情发生往往都是美国的出面 所以如果美国放任中共 在香港武力镇压平民 这个制造流血事件不吭声 那么一旦被披露出来 这个美国近百年来所制造的 塑造的这种道义的力量 叫轰然的倒台 而且对美国的损失无异于一次 这个二战 而且加上民主党 他一直是这套家伙 其实应该是更中户的一个守护者 对不对 民主党控制的参议院 他肯定会通过自己的程序 对共产党施加压力 这个制止 对香港动武 所以川普啊 这个如果是真的川普敢于这样交易 这个不仅是这个民主党 众议院放不过他 而且全国的选民肯定会 用选票 来把他搞下去 所以这样的交易啊 大家想想川普就算是再糊涂 他就算是商人再短视 他不会看不到这种长远的这种利弊 对不对 他不敢这样去做 所以您也觉得这个这种交换的说法应该是不靠谱的 所以目前整体情况来看呢 这个美国本次啊 国家收益率的倒挂 确实啊 为美国经济敲向了一个警钟 可能面临着经济衰退的风险 加上中国 德国 英国 加拿大 等这些国家释放出的这个衰退的信号 可能未来呢 这个世界经济啊 在两年之内 确实可能会进入一个 这个大萧条 或者是衰退 那么已经发出了这样一个警报 如果明年呢 美国经济发生衰退 加上中国呢 这个以购买农产品为筹码 这个死掐川普的票仓 那么还真不排除啊 这个川普明年 这个连任失败的可能 毕竟呢 你就算是煮熟的鸭子 也会飞掉 对吧 所以从这点看呢 这个中美啊 指隔为伍 民进收兵呢 应该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 只是这种收兵呢 能坚持多久 能停战多久 这个确实还不好说 那么如果川普 呃 明年连任之后 他会不会和中国来 争刀争枪的大干一场 会不会像米根一样 把和把苏联这样给拍熄火 把它解体掉 那么只有等待时间来检验了 好 今天的讲座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如果大家觉得好了 可以关注订阅 也可以介绍给亲戚朋友 连演出品 必属精品 再见